我可以开始考试了是 小车车 加油 靠你了 小车车 19号小车车 开始考试 控制车速 侧方停车位 这个距离保值得非常棒 拿捏得死死 结束本项目 拖到起步 车辆停止后 汽车前保险杠 会定于装感线上 且前后部超出50厘米 车辆停止后 车身距离路边缘线超出30厘米 会超出50厘米 骑 骑 骑 别超过30秒 别超过30秒 车辆停止后 起步时间超过30秒 考试不及格 请把车开到起点 不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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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个七哥问题出现在哪吗 他在听那个语音吗 是的 不能不能等 他在特别认真的听语音 对 他说什么不重要 再来再来再来 没事 再来再来再来 看一次机会 开始考试 开始考试 侧方停车位 结束本项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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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起步 停 这个拿你的挺准的 对很准 嗯 应该没问题 稍微折在这了 骑骑骑骑骑骑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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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本项目 OK的 拖角转弯 盛色的 因为他来说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了 所以气威 气威可能够了 曲线行驶 车轮压道路边缘线 车轮压道路边缘线 考试成绩不合格 请把车开到起点 退出跑场 请把车开到起点 退出跑场 弯道 我气死了 还算倒压了 就不经意间 然后 哎呀 S不应该错的 这个位置 我实在是太气愤了 实在太不甘心了 因为我弯道之前的感觉 就一直没有太错过 所以我一直觉得弯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马上要面对弯道之后的倒车入库 那个是我紧张的点 怎么会在弯道上 就连给我一个倒车入库的机会都没有 我开这么稳 我像过了你 我死在了曲线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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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